哈囉大家好 我是鬼鬼吳硬杰 我今天來分享一下我的彩妝系列 第一個步驟呢 我就是會先敷面膜 就是上妝前呢 先敷個十分鐘的面膜 讓到時候的底妝會更服貼 再來呢我就會擦隔離 阻擋外面的髒空氣 跟不要讓你的毛細孔受到污染 所以隔離就是這樣的保護的作用 首先我先講一下我的 假睫毛 睫毛夾呢 因為我覺得東方的女生 沒有像西方的女生的眼睛那麼深邃 所以我覺得比較適合比較平的 當然這樣子不夠 所以 我就會用這個 睫毛燙 睫毛燙呢 算是我的 最愛的一個睫毛系列的產品 打開 從根部這樣慢慢的上來 然後上來之後呢 我就會往裡面壓 你看我的手喔 就是這樣 我會這樣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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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的一個小小秘方 但那捲度呢 如果碰到下雨天是不是就會塌 會塌的話我需要什麼呢 應該說它是睫毛的雨衣 但對我來說它不是雨衣 它是一個 睫毛的打底膏 就是我自從 找到了它之後 我不能沒有它 我都會叮嚀每一個化妝師 在畫我的時候 一定要有這一根 沒有這一根 因為我是不會給它畫的 因為它的捲翹的能力 你想要撐多久 就可以撐多久 重點是呢 它是開架式的 所以 你去一般的那種 藥妝店都可以找得到它 你看到它的名字嗎 看不到 因為它被磨掉了 再來 在睫毛加完之後 我會可能在選擇的系列呢 長大了 喜歡 就是 有精神的樣子的自己 所以我會選擇 唇部的唇彩 來 不要懷疑 這些都是我本人的 我買了一支 然後我覺得它非常的好用 然後我請朋友 去韓國 幫我包色買回來 它是這樣 再來 隔壁這一組可能 按就是它只有 它雖然只有幾支 但是呢 為什麼我喜歡它 因為它非常的小 我喜歡這種 就是差不多這個矮度的 欸 它們一樣高耶 為什麼會 選擇 這些 唇彩的原因 是因為 不喜歡嘴巴脫皮 然後也不喜歡 嘴巴有那種 乾裂的感覺 所以呢 當然要有一個東西輔助 就是它 床邊有人的時候 不要擦 但是 為了要自己漂亮的話 還是可以擦 為什麼呢 因為 它的質地就是 這樣子的質地 就是面 就是霜 擦完厚厚的一層之後 它會變成 有點像是 你擦了白色的立可白 但它完全不會沾到你的枕頭 或是棉被 因為它會乾掉 好 乾掉呢 乾掉起來了之後 我就會拿化妝水 然後沾那個化妝棉 然後我會這樣敷一下 然後敷一下我會先把上面那個白色的那個擦掉 但擦的時候提醒大家 大家一個小小的事情就是 你擦的時候呢 一定要順一個方向擦 你才不會有太多的唇紋 像我就會這樣 然後把它擦掉 一天之內 你都不太會嘴巴乾 也不會有嘴皮 好 我介紹完畢了